神舟自从去年把战神T8打响之后 就一直在给这个系列添砖加瓦 目前已经有了T8、T8 Plus、T8 Pro三个分值 看上去还真的有点让人脸花缭乱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T8 Pro E73 7000人不到就能买到13代i7加4070加2.5K屏 今天就来看看它的实测表现吧 在配置方面 处理器采用了上一代的i7-13700HX 8个P核加上8个E核 读显是最高140W的RTX4070 内存硬盘是16G加1T的组合 由于CPU的限制 内存频率是4800MHz 比目前主流的5600MHz低一点 屏幕的参数比较常见 16英寸、2.5K分辨率、100%sRGB IPS屏 刷新率165Hz 价格方面 我这个配置的参考售价是6999元 活动时能够达到6599元 性价比看上去还可以 下面简单过一下外观 这台电脑的风格和之前测过的T8比较像 但细看之下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机身为全塑料的材质 灰色A面加上红色的logo C面键盘布局与之前的战神T8明显不同 T8Pro的方向键的空间更宽裕一些 同时支持三区RGB 按键的键程表现不错 但键盘稳定性一般 触控板的按压力度很轻 用起来不是很舒服 屏幕采用了16比10的主流比例 不过下巴还是比较宽啊 上方是720P的摄像头 这块面板来自京东方 实测色域容积111.4%sRGB 色域覆盖98.8%sRGB 色准方面平均DotaE1.6% 主要是蓝色稍微偏一些 屏幕最大量的561nit 表现不错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9.7ms 灰阶14ms 算不上很快 但是玩游戏那一般也够用了 总的来说 战神T8 Pro的屏幕表现属于良好的水平 在这个价位之下 已经兼顾了高分辨率和刷新率 比较适合游戏用途 接口部分 左侧是一个5G的USB-A 和3.5mm的耳麦口 后侧是全功能的Type-C HDMI和RJ45網口 右侧还有两个5G的USB-A口 机口数量还是不少的 分布也合理 应对大部分情况都够用了 三位方面 实测厚度24.5-31.7mm 主要是尾部偏厚 机身重2.66kg 适配器671g 虽然是塑料机身 但是减重并不明显 依旧属于偏厚重的性能向游戏们 下面就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吧 处理器它采用了13代的i7-13700HX 众所周知 i7-13700HX有B0和C0两种布进 我们这台是C0的版本 实际就是12代的12900HX同规格的马甲 能效上会比B0的真实三代要略低一些 单核性方面 R23单线呈1879分正常水平 多核性方面跑较R23循环 首轮可以保到22,071分 随后稍微下降 我拧在2万分左右 跑分时第一轮CPU功耗 我拧在了130W 从第二轮后半段开始下降 之后的轮次都是先跑到130W 然后回落到90W跑安全程 CPU前两轮最高达到98度 维持在90W时则是在75度左右 感觉还是有些保守啊 完全可以再拉高一点 GPU方面它搭载的是140W的RTX4070 最大电压0.985V 最大频率2565MHz 不过没有进行预超频 实测Time Spy 12414分 FSE 15148分 Super Possession教室切切358分 相比今年流行的超频版4060 综合跑分提升大约15% 然后再来看一下实际游戏的帧数 在2.5K分辨率下 大部分游戏都能以较高的帧率流畅运行 只有《战锤3》、《2077》、《佳元3》 这几个压力山大的游戏不足60帧 需要降点画质或者打开DLSS 我们找来了i7-14650HX-4070版本的《战胜T8》作为对比 可以看到虽然CPU差了一代 但是两者帧数相差的并不大 这种大型单机的瓶颈主要还是在显卡上 至于关注度比较高的黑神化悟空 2.5K高画质下平均帧数是40 这个游戏一般是要搭配DLSS玩的 质量档下就能达到68帧了 追求高流畅度开到平衡的也可以 能跑到75帧 高帧率的网游部分1080P分辨率低化之下 最终幻想14、233帧、COD20 196、APEX 234帧 玩电竞游戏肯定是没问题的 帧数比14代的i7的《战神T8》要略低一些 但是这点幅度几乎不会影响操作 Adobe软件方面 PS1024分、PR8001分 成绩和i7-1460HX的T8-164相差不大 完成一些基本的修图剪视频工作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确实有相关的需求 那建议再加装一根内存组成双通道 在视频剪辑软件中会表现更好 总体来看《战神T8 Pro》的性能表现还可以 虽然处理器是上一代的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并不会落后于14代游戏本太多 对于大型游戏内容创作来说都是够用的 下面就是拆机环节 这台电脑拆解不难 切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这个内部结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其实它和我们年初测过的《猎刃16》几乎是同一个模具 区别在于少了一个南球上的小风扇 然后外观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线条 因此价格也更低了 有关续航、内存、硬盘、网卡的数据 我们汇总成了表格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 它的硬盘和无线网卡都不是主流型号 而且这个网卡还是1T2的 最大链接速度只有600Mbps 如果对于网速要求较高的话可以自行换一个 散热部分它采用了5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比较有趣的是最上方的热管并不经过核心 还附带了一组小鳍片 主要用来给供电部分散热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效果 室温25度单卡FPU CPU功耗90W 77度 P核3.4GHz E核2.8GHz 单烤显卡RTX4070维持在140W 84.7度 频率2220MHz 双烤CPU和显卡的功耗稍微有些波动 CPU维持在37W左右 72度 显卡133W 85.6度 我们还试了一下在手动模式下把风扇拉满 结果功耗依旧是37-133W CPU温度不变 显卡稍微降了一点 84.2度 感觉不是很有必要啊 表明温度方面 键盘中上部分有一大片高温区 最热的键帽45.4度 热感比较明显 游戏常用的WASD和控额键还算凉快 噪音方面 狂暴模式下双烤56.2分贝 手动拉满之后则是57.2分贝 大概是今年游戏本的常规水平 总的来说 战神T8 Pro的散热表现中规中具 它的烤机功耗、噪音都是同类游戏本中主流水平 表明温度偏高一些 长时间玩大型游戏时更建议外接键盘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之前还测过这台电脑的14代i7加4060的版本 它俩的功耗、噪音都相仿 但4060那台的表面温度明显低一些 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批次不同带来的隔热上的差异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次总结三条缺点给大家参考 作为神州战神T8加速的一员 T8 Pro实测下来属于比较均衡的那一档 目前类似的配置下 三兄弟的价格排行 意思是T8 Plus大于T8 Pro大于T8 T8 Plus是中高端模具 做工最好 但是印价也比较多 T8虽然屏幕刷新率比T8 Pro略高 但是表面温度和噪音都明显不如T8 Pro 综合下来还是T8 Pro更像是一台表现全面的水桶机 最后我还想给神州的市场部分提点建议啊 那就是T8家族有这三个系列真的是足够了 好不容易给大家理清楚一次命名规则 就别加更多的型号了 希望以后新品的命名可以做的更直观一些 至少能让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再方便一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以及暂来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拔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教练买版本信息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比拔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